就在我们大家都在喜迎新年的时候 福建南平高速的一名交警 用宝贵的生命挽救了他人 长年于2018年最后的寒夜中 2018年是2月30号中午开始 福建省北部山区多处道路出现了结冰 南平高速交警联合相关部门开始加强路面的巡逻 使得为了保障通行安全 交警部门是一面熔雪化冰 一边采取压道降速警车引导 让这个路段的通行可以平稳有序 不过31号凌晨1点45分 南平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二中队民警刘财天 带队护送养护人员上路铺撒溶雪记 途经浮营高速少午上村大桥路段的时候 发现一辆运输车的牵引车 因为单方事故无法移动 占用了大部分的车道不说 现场居然还有人员走动 情况十分危险 是的 刘财天同志是迅速跟同事一起对事故现场 进行了布控跟警戒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有一辆途经这个路段的重型 半挂牵引车 突然因为失控冲入现场 因为这个事故发生的实在太快了 所以刘财天他奋不顾身的去推开了 事故车辆的司机两口子 自己是因为躲闪不及时 被半挂车撞倒之后挤压 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 岁月静好是有人在为您负重前行啊